好,我们现在一圈帮我们目前掌握在屏东的状况 可以看到呢,这个浪已经开始出现 可能稍待一会儿呢 在时间接近中午的时候 雨势会越来越大 不过同样也在屏东 我们就来看到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呢 可能已经开始下起了大雨 目前风雨的状况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屏东临边的状况 在这里每逢大雨就必淹水 淹水系统经过改善之后呢 居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或被淹水呢,赶快把情况跟时间交给记者燕盈告诉大家 好了,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屏东的临边 而以往呢,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这个瞬间雨量比较大的话 是比较容易淹水的一个区域 不过其实可以看到的是呢 我现在所在一个位置是在这个屏东县临边 这边一个大牌的旁边 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大牌的水位 相对来说是比以往都要低的 因为以往呢,都会淹到这岸边平平的这个地方 现在水位明显比较降低 这个当地民众说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为了因应这个西马龙的外围环流 担心呢,会给屏东县这边带来太大的雨势 也因此县政府呢 之前已经先做了一些房台的准备 也就是说呢,他们在抽水站这边 已经是先抽掉了一些水 来因应这个雨势会越来越大 而至于这个临边的部分呢 大家以往可能都会认为说 这边好像大雨来比较容易淹水 但对此呢,这边的居民他们说了 他们说最近很少在淹 因为现在做得都很完善了啊 包括临边桥也提防也拉高一米多啊 对啊,那不太会怕了啦 一个人的观感的话 应该20年临边都不会在淹水 好的,其实听刚刚民众的说法呢 您可以看到就是说呢 其实他们现在对于这个临边地区的淹水部分 他们是蛮有信心说不会再淹了 因为他们认为说呢 现在这个所谓的大牌工程都已经做好了 加上呢,现在看到这个路段 其实是以往呢 每每下雨都会淹水的一个路段 他们说这边的寒冬呢 这个县政府的部分也已经都做了一些所谓的输具 也因此呢,这个部分呢 他们认为说这临边这边应该是今年 这不会再淹水了 而不过呢,受到这西马龙的环流影响 今天呢,这个屏东临边这边的雨势 也可以看到呢,是有一点点越来越大的趋势 虽然说呢,目前呢 大家都还是要上班上课的 但是呢,这民众说好了 他们也已经做好了这房台部分的一些相关的应对准备 而稍后呢,如果在现场有任何的最新情形 我们将随时为您报道 现场交换棚内 好,我们谢谢夜莹帮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在临边这边已经启动了防台措施 排水系统已经非常 有一个正在电派就是用楼的测试